男人第一次踏入军营 就发现这里满地奇葩 有全裸健身的猛男 有排忌出色的老千 还有两位老哥 站定了护制飞刀 教官突然闯入 飞刀直接插在了大本脚上 面对长官的训斥 大本竟然一声不吭 这油刀在脚背上插着 显然也是个狠人 教官异常严克 命令大本照常训练 猛男连衣服都来不及穿 就跟着大部队跑了出去 然而在奇葩遍地的军营中 最离奇的就是这个文作的新兵 尽管他每项测试都能够拿到第一 却依然要被送上军事法庭 原因竟然是因为他不肯拿枪 战士们上阵杀敌 怎么可能不拿枪 可无论面对怎样的威胁 多斯始终是不肯妥协 他从小就遭受家暴 党大后为了制止父亲 却差点失手将父亲击毙 从那之后 多斯很是自责 他的信仰让他坚信 取人性命是最大的过错 从此他就向上帝发誓 二战来临时多斯还是毅然选择了参军 如今他的信仰与军令产生了冲突 在国家大义面前 又有谁能理解他呢 教官对他恶语相向 战友也将他视为懦夫 大本抢过他未婚妻的照片 对多斯肆意挑衅 可他依旧强压着怒火 看上去毫无血性 中尉将以精神问题为由 把多斯从军营开除 可经过心理测试 多斯的健康状态很精神 于是中尉想出个损招 他安排多斯做所有的脏活利活 洗衣服 刷马桶 在他看来 只要多斯经受不住 就会自己离开 然而多斯却异常坚韧 面对各种不公 始终一声不吭 教官气不大一处来 将怒火撒在了全队的战友身上 他取消了假期 勒令全队接受体罚 室友恨透了多斯 趁烯灯时将他一顿暴走 当教官检查宿舍时 发现多斯的枕头上满是血迹 而多斯也是遍体鳞伤 教官于心不忍 劝他早日回家 可多斯却异常地倔强 说什么也不肯离开 教官问起打他的人时 多斯坚定地摇了摇头 他的坚定与信念 让教官深感欣慰 然而指挥官听说了多斯的事 对此大发雷霆 他取消了多斯的假期 还将他送进了监狱 却不知多斯因此错过了自己的婚礼 他愤怒地先翻床铺 拼命地垂打着航门 当妻子来看他 多斯也含泪水 他不解地问妻子 好在妻子明白多斯的勇敢 坚定地支持着他 很快多斯被送上了军事法庭 所有人都认定他是个逃兵 就在宣判之前 多斯的父亲突然到来 还穿着一战时的制服 为了支持儿子 他将一封信交给法官 信是他曾经的老战友写的 而那人如今已是战区将军 信上确定了多斯放弃用枪的权利 于是法官做出了最终判决 多斯终于如愿 成为了一名不拿枪的军医 他跟随大部队奔赴前线 来到了日本冲绳 这些士兵第一次上战场 就要攻下一处 名叫钢锯岭的要地 这个断崖如同被活活锯开一般 异常凶险 美军的几次进攻 全被日军打了回来 这些心高气傲的新兵 本想送别撤下来的战友 可他们看到的 却是满车的尸体 这是冲绳战场 最显要的一处断崖 而这些新兵的任务 就是攻下这里 他们还在奋力地向上爬 却又鲜血不断地落在身上 有人吓得不敢抬头 有人竟直接吐了出来 很难想象 上面的战场究竟有多惨烈 可当他们爬上崖顶 眼前却是一片死寂 完全看不到敌人的身影 也听不到任何动静 厚厚的迷雾 迷住了他们的眼睛 他们只能小心地摸索 缓缓地向前推进 尖兵来到一具尸体间 可尸体却突然坐了起来 两人同时尖叫 炮火也瞬间袭来 一时间 子弹与炮火呼啸而过 他们还没有看到敌人在哪 就被无情地射杀 战场上的哀嚎不断 呼叫军役的声音 此起彼出 大文异常英勇 独自冲入了敌阵 有个日军想要偷袭他 却被人一把扑倒 大文将日军打死后 才发现 救下自己的战友 竟然就是多斯 这个他最看不起的软弹 竟然如此可靠 多斯没有携带任何武器 却勇敢地在战场穿梭 他继续拼命地救人 将被炸断腿的战友 拖入掩体 另一名军医劝他 给这人打一针马飞就走吧 这么重的伤势 注定活不过一天了 可多斯不肯放弃任何人 悲弃伤者就奔向了悬崖 救下一人之后 多斯再次冲回战场 他俯身弯腰 在枪林弹雨中来回穿梭 当他想再救一人时 却被日军盯上 好在战友及时出现 将暴露的日军尽数放倒 日军的火力异常凶猛 尤其是一个巨型碉堡 两名士兵交替前进 翻越一个又一个弹坑 一名战友被击倒 另外一人立刻顶上 拔掉碉堡后 双方开始激烈地揍破 战场上乱作一团 死伤者不计其数 最终美军拿下了阵地 当晚就在战壕中休息 可多斯没有丝毫凶险 依旧在坚持救人 大本一路跟着多斯 两人一直忙碌到深夜 才获得了短暂的休息 他们说起各自的童年 结成了难得的战友情 殊不知 噩梦已经悄然降临 日军组织了上千人的赶死队 发疯似的涌入了阵地 他们漫山遍野 来势汹汹 甚至直接暴起手炉弹 发起了自杀式攻击 美军来不及反应 防线瞬间崩溃 长官急忙下令撤退 并请求军舰的炮火支援 多斯来回奔波 试图能救下更多的战友 可就在撤退时 大本不幸重担 当多斯赶到 他已经延延一息 多斯将他背到崖边 可他已经离开了人世 多斯悲痛不已 一时不知何去何从 战友们都撤下了悬崖 可多斯却待在那里没有动弹 他看下漫天的炮火 突然听到了呼救的声音 一瞬间 多斯明白了自己的使命 他戴起头盔 硬定地返回了战场 他找到第一个伤员 把他拖到悬崖边 然后用绳子捆住他 慢慢地送了下去 悬崖下只剩两个留守的士兵 突然看到有人被送了下来 随后便又是一个 两个 他们不知道崖上是谁 只知道战友被接连救了下来 当多斯再去救人时 迷雾突然散去 日军在清扫战场 杀死还活着的美军 多斯藏在尸体下面 却还是引起了日军的注意 对方举起刺刀 本狠地刺了下去 日军咆哮着冲向阵地 可美军却纹丝不动 他们公然违抗军令 齐齐地看向旁边的裂兵 面对指挥官的询问 中尉也不为所动 多斯完成祈祷 转身向中尉示意 中尉新领神会 这才下令进攻 对这群美国大兵来说 多斯就是他们的信仰 他不肯碰枪 却勇敢地穿梭于战场 在战友全部撤离之后 凭借一己之力 救下了75名伤员 在他拼命救人的过程中 遭遇了日军的赶死队 他刚藏起来 就听到了战友的呼救 多斯急忙将战友买好 然后拉过一具尸体盖在身上 日军从身旁走过 脚就踩在活人身边 一个人突然停下脚步 向多斯的位置狠狠刺响 好在这一刀只是刺穿了尸体 多斯逃过一劫 他在日军走后 将战友成功地救了出来 日军清扫战场 多斯就潜伏在附近救人 但很快 他就不幸暴露 子弹像暴雨般起来 好在他反应迅速 直接跳进了一个地洞 他躲避着日军的追杀 却意外撞上了一个日本伤兵 多斯没有杀他 反而给他注射了马飞 对方看着这个对手 满脸的不可置信 深夜 多斯爬出地洞 继续寻找受伤的战友 他将伤员送下悬崖 早已疲惫不堪 但他不断地祷告 岂就能再多救一个 就这样 他救下一个又一个 哪怕双手被磨出鲜血 他也在奢求下一个 即便被累到无法站立 也要用身体拖着伤员前行 每当他要昏睡过去 他就会鼓励自己再救一个 正是凭借着坚定的信念 多斯将75名战友送下了钢巨岭 要知道 当下令撤退时 只有32人成功撤退了下来 营地里口口相传 钢巨岭上有一名英雄 将伤员尽数地送到了地面 当尚未赶到营房 发现这里满是伤员 他一个个问去 每个人都说是多斯救了自己 最后 多斯在战场上找到了教官 教官知道他不肯拿枪 可这次 多斯却将枪夺在了手里 他依旧没有开枪 而是用枪卷起一块帆布 拖着教官一路狂奔 教官不停地掃射 成功压制住敌人 最终在多斯的帮助下 顺利地滑到压底 多斯躲过日军的攻击 然后纵身跳了下来 甚至还带着一名伤员 日军追到崖边 朝多斯开枪射击 好在战友极力掩护 成功逼退了日军 多斯终于安全了 战友们上来宽慰他 这时他才感觉到疲惫 瞬间就瘫软下来 在回去的路上 所有战友都投来敬意 而当多斯回到营地中 伤员看向他的目光 也充满了感激 尚未找到多斯 向他真诚的道歉 第二天 在悬崖下 所有的美军齐齐看向多斯 等待他的祷告 在多斯的鼓舞下 美军再次攻上了钢锯岭 他们斗志昂扬 一路势如破竹 终于日军举起了白气 但这些已经投降的士兵 却突然丢出了手雷 多斯推开队友 一把打回了手雷 然后又将第二枚踢出 经此变故 美军果断击毙了战俘 彻底攻占了钢锯岭 但多斯也因此受伤 被战友抬上了担架 最后多斯被平稳地 送下了钢锯岭 手中还紧握着他的信仰 这个一枪未开的传奇 是二战中的真实事迹 德斯蒙德多斯 在战火中救下了75名战友 他的长官在采访时说道 多斯在枪林弹羽中穿梭 只要信念足够坚定 就足以创造奇迹